佛光照大地 伐习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曹燕俊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看到的是凤凰卫视 在日前特别来台专访星云大师 希望透过节目形式来回顾当年大师的弘法过程 而透过这次对话 不只开启了两岸宗教的交流机会 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能够深刻了解到新闻大师 他一生致力推广的人间佛教 接受大陆凤凰卫视专访 佛光山开山宗长新闻大师在节目上畅谈一生的弘法历程 这回对岸媒体远道而来 不只开启了两岸交流机会 透过专访也让更多人认识 台湾佛教的精神领袖 星云大师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我的家乡扬州就在南京的隔壁 湖光滔天 可以知道的比如是杀到鲜银 什么事情 在那儿防护圈 我也看到胡言 河野 我那时候十岁就跟着陶王朝往后方 或者陶约一点 离开这个蜂湖啊 后来隔壁很久回来了 甲云也烧毁了 这个鸡啊 鸡啊都给人弄死了 那么这穷苦的再来 满满的一株一瓦呀 带个草棚来骑身 1938年战火频传 当年的大师才十岁 便跟着母亲来到了南京病难 当年一次因缘际会下 星云大师成了寺院里的小和尚 之后因为感念师父 在他病重之际依旧不离不弃 奠定了大师一生的红发之夜 因为我十七八岁 尿鸡 秋天 叫求老虎啊 这个一般 那个死人很平常啊 我自己也以为我会死 不过在寺庙里面 死一个小和尚 也不说什么 但是在那个病重的时候 他忽然送来 不闻 闲着 那个尿鸡不能吃油啊 也不能吃 人都不想吃了 看到这个咸材没有油的 这种口气真好吃 所以就赶紧 师父 你好吃不要 你怎么知道 弟子 这有病了呢 弄这么好吃的东西 无以为报 我将来一定做一个好伙尚 红发力神 来报答你恩惠 1949年战事频繁 为了救护不断增多的伤残士兵 和流离百姓 僧侣们受乐观长老的号召 纷纷组成僧侣救护队 星云大师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从当年的救护队员 到义无反顾的来到台湾 星云大师始终谨记当年 对师父的承诺 即使面对困难 也要勇往直前坚持下去 也因此星云大师排出万难 挑起了到台湾 红发的重责大任 这块土地啊 是越南的华侨 辅夫啊 带来的滴滴钱 到台湾来 想投资 怎么就买了这块地啊 要搬这个海市总和小校 大概要倒背 经济不够 要自散 我看到他 可怜 要自散 我就把我要 买房子的钱 我就送给他 他也不辜负我 他说我就把我这个土地 送给你 就这样一砖一瓦 一煎一淡 挑起了弘扬人间佛教的重担 也因为这样的坚持 成就了今日的佛光山 让大师得以继续他的伟大志业 而这回对岸电视台 特意来台取经 除了跨越了两岸的繁离 透过这样对话的形式 也让更多人了解 星云大师致力推广的人间佛教 人间卫视杨欣和库茂 台北采访报导